看古迹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有好朋友这会儿啊 肯定想 哎 弱闹了这回 怎么了 该讲这个三番啊 仗是怎么打的了 不解 为什么呢 您发现没有 其实这一个都是故事啊 好听的地儿 应该是人物质的部分 人不交代清楚了吧 广说结果没意思 那么要是讲三番人物质的话 那咱们先讲谁呢 讲三番吗 耿京中 尚可喜 吴桑贵 我想啊 不合适 咱们呀 得讲这么一个人 谁呀 孔有德 这个人啊 虽然不是作乱的三番 但是他却是 清出藩王之中 比较重要的人物 有人就这么说啊 如果孔有德还活着 可能啊 就不会发生三番之乱 也有人说呀 如果孔有德活着 这三番之乱 很可能这藩王一方啊 就赢了 那么孔有德 如果是还活着 为什么如此关键呢 哎 今天呀 咱们就得用一个倒须的方法 慢慢的 聊聊这位呀 定南王孔有德 这孔有德呀 大约出生在万历三十年 他呀是祖籍山东 具体山东哪啊 他自个儿说呀 是渠府 因为呀 他自诩呢 是这个山东孔家的后人 哪个孔家呀 大成至圣先师 圣人他们家 可是据说呀 这孔有德 后来混撞了的时候啊 去山东渠府 拜业孔庙 人家里边人呀 不让他进 说这孔有德呀 压根就不是孔门之后 我呢 他倒是觉得这事啊 可能是编的 是个鹅船 因为我觉得 谁去拜业孔庙 人家呀 可能都不会拦着 到了孔有德这辈啊 他们已经到了辽宁 成了这个铁岭的矿工 您还别说 这铁岭矿区 我还真去过 可是那会儿啊 我也没想到 这儿啊 原来还工作过一位 清代的藩王呢 这孔有德呢 目不识丁 嘿 是个文盲 可是这人啊 擅长公马 有一膀子的力气 而且呀 还有号召力 有很高的服众和领导才能 在天启元年的时候 身为摇护的洪有德 因为战乱的原因啊 这煤是挖不成了 于是啊 就和自己的哥哥一起 投奔了毛文龙的明军 那么发生了什么战争呢 就是大明朝和后金军 在辽东的战争啊 前两年 刚刚发生过萨尔虎大战 毛文龙啊 他是个有本事的人 当时啊 这个明军 已经失去了 辽东半岛 大部分的土地 这毛文龙啊 可是一个生硬的汉子 带领着一支军队 一直坚持在辽东 打游击 主要的作用啊 就是时不时的 袭扰后金军队 并且遏制朝鲜 不能跟后金建交 每次 这后金军队啊 去组织抢西边 也就是啊 攻打明朝的时候 毛文龙这时候啊 就会带兵突袭 后金的大本营 总之啊 他的任务啊 就是让这八旗部队 顾头 他顾不了定 看似这支游击部队 平平无奇啊 实际上 立的战功扯了去了 要说这天启皇帝啊 也真对得起毛文龙 时间不长 毛文龙就从一个副总兵 升任到总兵官 赐上封剑 加封左都督 孔偶德 到了毛文龙的军中啊 很受赏识 因为这小伙子真是棒 武艺高 组织能力又强 打起仗来啊 真是不要命 大帅毛文龙 看着这孩子呀 那简直就是 眼里瞅着心里爱 于是这毛文龙啊 就把孔偶德叫到了身边 跟着年轻的孔偶德说呀 干脆你也别姓孔了 我呀给你起个新名字 叫毛勇师 打就是起呀 你就是我孙子 哟 有人说这不是骂街吗 骂街 吃粮当兵的人 如果能跟营中的统帅 攀上亲戚 那以后的仕途 必然就是一条光明大道 您看我懂这理啊 孔偶德呀 他比我还懂 这孔偶德呀 二话不说 赶紧趴在地下 磕头叫爷爷 书中代言呀 这毛文龙一共认下了 三个异孙 这其中一人 就是这孔偶德 取名叫做毛勇师 还有一人啊 叫毛勇杰 这位呀 就是前文书咱们提到过的 那位平南王尚可喜 还认了一个异孙 叫毛勇喜 这位呀 就是后来的老静南王 耿仲明 这会儿啊 有人就不明白了 那么著名的 康厚金名将 毛文龙 如此信任的三大养孙 孔偶德 耿仲明 尚可喜 怎么后来就都投降了 厚金 成了后金的 共顺志顺怀顺 三顺亡了呢 哎 说到这儿啊 我敬仰的一位 明朝将领 就要闪亮登场了 谁呀 都师寄疗君物 关领锦 防线兵不上书 袁崇幻 袁崇幻 袁都师 在我心中啊 是比较钦佩的人 可是关于自己的命运啊 这袁崇幻 一生没做过正确的选择 其中啊 就包括 他杀了毛文龙 袁崇幻杀毛文龙啊 原因很简单 他一届广东书生 文官出身 执掌辽东大军啊 他现在急需立威 他认为啊 杀个副将参将的 在军中自己的威信 立不起来 于是他挑来挑去 他就选中了 当时驻守在皮岛的毛文龙 可说这毛文龙 他该不该杀呀 论罪当诸 首先说 在军纪上 毛文龙不但吃空想 而且冒功 咬的时候 明明打了败仗 他也要向朝廷逃赏 说自己的军队打胜了 在经济上呢 他参与走私 并且呀 私自扣押了朝鲜给大明朝的贡品 在民生上呢 他强迫当地百姓啊 在他这儿负很重的摇曳 税呀 收的也很高 在和平年代呀 这些个罪名啊 都论罪当诸 可现在是战争年代 有毛文龙一只禁旅 驻守皮桃 那就是歇在后金吉令谷上的一颗大钉子 无论是努尔哈赤还是皇太极 都不能放心大胆的去攻打明朝 他们都得顾忌自己的后方 还有这么一支强悍的大明军队 话又说回来了 所谓的毛文龙犯帖的这些罪行啊 都是为了更好的养自己手下这支兵 这毛文龙手下有多少兵啊 一共啊 有三万六千多人 从天启二年到天启七年 大明朝啊 一共给毛文龙剥了 一百零五万零九千七百一十两白银 米豆杂粮 九十三万四千五百七十弹 做军装用的布匹呢 一共是十二万七千三百一十二匹 合到每年啊 也就是十七万多两 那么这十七万两是什么意义呢 大明的士兵每年最低工资 应该是十六两八千 发米啊 是六弹 也就是说十七万两 每年啊 只能养活一万多人 合到每年的粮食呢 大概啊 够两万人左右吃 毛文龙一共有三万六千兵 其他的银子哪去弄 这就是典型的 打起仗来先兵少 养起兵来先人多 这毛文龙该不该死 咱们这儿不细掰扯 您哪自己算钱 所以说这元冲焕都市啊 杀了毛文龙以后 就含了一大群 辽东将士的心 其中就更包括这毛文龙的三大养孙了 在他们心中认为啊 这毛大帅没错 不但没错啊 而且这功劳大大的 可是事到如今 这朝廷不但没有嘉奖毛文龙 反倒让设施卫身 初出茅庐的圆蛮子给杀了 辽东军心气势不但没大涨 反而啊 将士们落得个心灰意朗 毛文龙的三大养孙 关系好的 就得说这孔友德和耿忠明 这两个人啊 在成为毛文龙的养孙之前 就已然是干哥们了 这耿忠明啊 比孔友德大 是哥哥 但是这耿忠明没有孔友德建功立业的早 孔友德是在这三个人当中最早成为参将的 斩杀了毛文龙之后 元忠焕派陈基胜接手了皮岛的防务 像孔友德 耿忠明这种毛文龙的死忠将士啊 肯定是不服陈继正的管教 杖务不合 军务不合 聊不到一块 是尿不到一壶 于是这孔友德和干哥哥耿忠明一商量 干脆走吧 离开这块伤心之地 于是这二人啊 就到了山东 投靠了登州首将孙元化 这孙元化呀 倒是挺看得起这哥俩 双双被提拔为了军中参将 由此二将出走 可以看出这毛文龙被杀一事啊 在这两个人心中深深的埋下了一颗叛乱的种子 这事啊比写的有意思 这就是以后叛名投青的伏笔 这精彩回目就在明天 因为偷了一只鸡才引出了 无桥兵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